女孩躲在床底 看着父亲被推倒在地 一个拎着铁锤的人缓缓接近 最终父亲身中树刀倒在血泊之中 临死前还对床底的女儿微笑 却料此时又是一铁锤砸下 鲜血溅在了女孩脸上 将人追剧只追好剧 这位名叫严夕的女孩 自那时起便尘封几心 她毕生所求便是替父报仇 恰逢此时一位西装大叔闯入了她的世界 她教会了严夕暗杀之术 将其训练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严夕接受了数十年的培训 从女孩也出落成了女人 漂亮的严夕几富女人位 大叔看得眼都直了 二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暧昧 严夕深爱大叔 甚至可以为了爱情放弃复仇 可天有不色风云 在他与大叔结婚的当晚 大叔接到一则消息 他的手下终于找到了严夕的杀父仇人 大叔二话不说 便准备手刃仇敌 可严夕万万不会想到 当他再见大叔时 眼前只剩一具冰冷的尸体 复仇的烈焰侵蚀了严夕的心 父仇去世 爱人被杀 这份通天的仇恨 谁能忍 他一人杀到了敌人的老窝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严夕手起刀落 将敌人尽数斩于刀下 从走廊杀进密室 鲜血铺红了复仇路 他将这股势力几乎杀得一干二净 最终由于历劫 被前来围剿的警察带走 杀了这么多人 本该被判死刑 但国庆局部长看中了燕熙伸手 这么好的一个苗子 将其打造成杀手 该有多完美 燕熙被送进了国庆局的秘密基地 当他从床上醒来时 入眼的一切让他极度陌生 他打晕护理人员 惊慌的想要逃窜出去 附近有许多道门 燕熙一扇扇的打开 一间房间里有一群女生在学芭蕾舞 一间房间里老师正在堕鱼 甚至还有人在演舞台剧 燕熙被眼前的一切整蒙了 一个看似好心的中年女人 为他指了出逃的路 可在他将要逃离的那一刻 中年女人开枪将其击倒 这女人其实是国庆局的全部长 全部长最后为燕熙答疑了 她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培训杀手的国庆局 只要训练有成 完成刺杀任务后便能安然归乡 燕熙本想拒绝 但全部长拿出了一张X光片 她居然怀孕了 是大叔的孩子 燕熙不得不听从全部长安排 国庆局女杀手必须找到自己适应的角色 有的学芭蕾舞 有的在去做菜 最终燕熙选择了舞台剧 她演技动人 因为剧本的内容很符合她的一生 燕熙在国庆局进步很快 家之奇本身就具备较强的战斗能力 很快她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她熟练的潜入目标别墅 最终顺利完成了暗杀任务 全部长是言而有信之人 任务完成后 替燕熙伪造了一个新身份 在搬进新公寓的第一天 她与一个帅气阳光的男人相遇 男人名叫秀贤 其实是全部长安排的眼线 来监视她的生活 可秀贤却对燕熙一见钟情 渐渐忘了自己的使命 逐渐也变成了一场甜甜的恋爱 她总是想着法子接近燕熙 公交车 超市 下雨的街头 哪里有燕熙 哪里就有秀贤 渐渐的燕熙被她的真诚打动 干柴烈火下 她准备现身 睡了此时一则电话打来 对方是燕熙在国庆局结交的姐妹明珠 明珠也接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暗杀任务 燕熙为了保证明珠安全 选择协助她完成任务 带水料暗杀目标极为激警 双方大打出手 虽然燕熙解决了对方 但初出忙碌的明珠成为了刀下亡魂 姐妹的去世让燕熙饱受打击 好不容易培养的感情再次被拦腰切断 回到家的她无助地在浴室里放声痛哭 此时秀贤前来安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温柔的秀贤细心照顾了燕熙和她女儿 彻底破除了燕熙冰封的心 最后她与秀贤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水了此时 燕熙又接到了一个暗杀任务 燕熙从酒店厕所拿出狙击枪 身着昏纱的她却鹰气逼人 瞄准镜中出现了一个戴墨镜的男人 这男人长相居然与大叔一模一样 燕熙不免感到心颤 大叔居然没死 由于这一秒的犹豫 燕熙错失了暗杀的最佳机会 她迫切地想理清其中头绪 最终大叔与其在一家酒店相遇 她满脸的笑意 可手却从怀里悄悄逃出了枪 大叔与燕熙继续攀谈 想探探她的态度 燕熙说话语气颤抖 显然还忘不了大叔 大叔文言很满意 收起枪后转身离去 表示会让燕熙脱离苦海 她派手下暗中跟踪秀贤 让手下录下了秀贤与全部长的通话 而后将她的真实身份告诉燕熙 燕熙崩溃 她原以为爱情来了 谁料仍是一厢情愿 她因爱生恨背叛了国情局 将国情局的暗杀计划 透露给了大叔 大叔最终将前来暗杀的杀手抓住 甚至还在半途埋伏了全部长 国情局损失惨重 唯有全部长暗中溜走 从大叔这番残忍的做法来看 他根本不像是一个好人 大叔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笑面虎 他才是燕熙真正的杀父仇人 当初其实也是假死 为的就是激起燕熙的怒火 而后借他的手杀光大叔的竞争对手 直至如今利用其端掉了国情局 如今燕熙已然没有利用价值了 大叔给了他一把枪 让他回家去看看 当燕熙到家门口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秀贤抱着燕熙女儿从楼上跳下 二人重重的摔在地上 女儿当场死亡 秀贤没过多久也咽了气 眼前的一幕让燕熙悲愤到极致 他根本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直至最终权部长告知了他一切 幕后黑手正是他一直爱着的大叔 残忍无情的他 甚至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在这种极度悲痛的情形下 愤恨的力量让燕熙无所畏惧 他砸起头发 穿上夜行衣 凭借快准狠的身法 将大叔的手下尽数击杀 最后与大叔展开了生死搏斗 在一番激烈的肉搏 刀战追逐之下 燕熙一刀斩杀了大叔 这一刀下去 斩断的不仅仅是仇人的性命 更是他碌碌无为的一生 面对团团包围而来的警察 大仇得抱的他 露出诡异的笑容 影片全程高能 精彩的动作戏是最大的卖点 血浆的喷发与高强度的动作戏 让人看完 背绝爽感 影片开幕的第一视角动作戏 更是让观众身临其境 严习坎坷的一生也让人揪心 父亲惨死 大叔背叛 秀贤离去 女儿被害 一次次打击 将这个无辜的女人 逼上了绝路